今天我们就是来关注一下教育的课题 我们有教育部副部长 YB张宁群 早上好 早上好 Happy New Year 恭喜发展 身体健康 希望今天随到学校第一天上课的小朋友们 大家有个快乐的新学期 没错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这个废除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这个考试 那当然呢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呢 我们有发现有两群不同的声音 那今天YB张到来了 跟我们来讲一讲 这两群的不同的声音有什么难 其实这两群声音我们都预计了 因为在我们在正式宣布这个政策之前 我们也其实也做了一个 survey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那时候是用Google form 主要的对象就是针对小孩子的家长 还有针对学校的老师 看他们是否赞成我们废除第一年级的考试 其实这个调查出来的结果呢 就显示支持和反对的都是50对50 当然出现5050的情况下 它不是更难去拿捏了吗 其实很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现在是50对50就表示说 当我们要落实这个新的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宣导工作 让更多的家长 更多的老师也一样去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一个努力 到今天还是有没有问 我们想知道那个原因 我觉得主要是针对整个学习模式 我们要一起来进行一个反思 可是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销本评估 希望说用多元评估的方式来取代单单使用考试 来去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做一个评估模式 可是2011年可能到今天 大家都不会很明显地感觉到 到底这个多元评估是怎么样地去改变我们的教学模式 多元评估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我们用多元化的多样的方式 来去针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来去做出评估 可是当你是应试教育的时候 所有学习的目的就变成是为了应付考试 也就是说有考试了我们就读书 能够背的就多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之下 你就会使到多元评估这个模式 虽然它的理念在那边 可是它一直没有办法在校园里面正式被落实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 究竟应试教育是不是能够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模式 那么我们是觉得说 小孩子的学习跟成长 不应该只是用分数来去做评估 很多东西你可能考试考不到 例如你的班上的领导 例如你的口才 例如你的整个teamwork 这些东西考试考不到 可是这些东西对整个小孩子的成长 人格数帐是很重要的 未来的20年 可能我们有49% 其实那只是50%的职业会消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交给小孩子的 不应该只是知识 因为这些知识未来有没有用 没有人敢保证 可是我们必须让他拥有正确的态度 我们必须要让他拥有学习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让他拥有沟通的能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是觉得说 多元评估跑了这么多年下来 从2011年可能跑到2018年 但是你一直没看到很好的成果 那么那个转变就是希望 我们能够从应试教育 转变成为另外一种的学习模式 也就是我们是为了学习而去做评估 而不是为了评估而去学习 一到三年级就取消了这个统一考试 四年级 它的那个压力会不会三倍大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么我们不止一年级到三年级 要统一考试 我们可能从幼稚园要开始用 所以我觉得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去判断的话 那么你是无下限的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小孩子的这个适应能力 我觉得这就是整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马来西亚就是教育部那方面 有什么新的一些政策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样子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提供意见给我们 尤其是针对老师的这些文书工作啊 或者说是书包重量这些问题啊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收到更多的意见 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会去对我们的整个课纲 来进行整个的重审审核 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新的一年学进步 而且要开心学习就足够了 对快乐的学习 OK今天很感谢我们的YB 下次我们再请YB上来报告 关于教育部其他的一些课题 谢谢YB 记得哦2月23号哦 我们有这一场的讲座座谈哦